手游酷玩 怎么说呢 它是以这个 我个人觉得算是以 这个让别人打你为主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人物设定比较奇怪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 人物的一个设定呢 大概就是需要这个别人去碰你 然后你的伤害才会更高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都会选择让迷雾 作为我自身的一个比较 我个人觉得算是前排 或者是去恶心别人的 就是点一下之后赶紧跑 那这个时候呢 首先第一点迷雾 它是一个陷阱专家 你需要在自己的身后 布置足够多的这个手雷 然后去引用对面上来打你 就比如说这地方 我去调多了死神两枪 但这个死神 好像有点懵去 好像不知道怎么上来 然后也是再次看到这个人 这时候呢 我再次去诱拐对面的一个食物探源 然后也是再想 然后点两枪之后呢 其实它没有上来 然后我也是直接给它这个极其点炸 然后再次露出一个手雷 然后这时候我也是再次撤退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说它上来它就没了 所以说它更多的就有点类似于 大家玩的英雄联盟当中 题目的这个英雄 是以这个布置陷阱为主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 刚开始玩的时候呢 不太适应 但是大家在适应过后呢 其实会发现 这个角色比较好玩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这个角色其实好玩 就好玩在它自身 这个引别人上钩的这个特点 回想很多人感觉 这个挺舒服的 因为也不需要自己 去做太多的一个事情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可能 我个人觉得不太习惯于 它自身的一个输出方式吧 因为迷雾它是以这个 虽然说有这个左轮啊 但是它不是以这个左轮枪为主 它更多的 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去通过一个 比较 比较真实的一个 这个手雷 就是地雷去引诱对面 然后才能造成一个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杀伤 它更多的其实是作为一个 偏向于辅助的 这么一个职业来存在的 就是你可以去不断的布置地雷 然后给这个对面 埋下这个伏笔 然后去不断的去攻击 对面一个后排 因为你可以隐身吧 点它两下时候就跑 其实别人拿你啊 也没什么太好的一个办法 然后跑完之后呢 就是直接撤退 撤退过后 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但是其实对于 我个人讲 我个人感觉对于迷雾来讲 最主要的就是啊 你如何去进场 以及你自己的大招 有多快的一个刷新频率 因为如果说你自己 大招刷新频率比较高的话 其实对于对面来说 你是非常恶心的一个存在 因为迷雾的一个大招的 一个特点呢 是首先第一点啊 它会取消掉对面的 一个大部分视野 这就导致其实迷雾啊 在这个局面上会 有很多人啊 这个没办法去比较有效的 去整对它 第二个呢 就是迷雾在 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具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迷雾会导致很多人 就有点不太适应迷雾的 一个出租方式 因为很多人看到一个残血 都会下意识去追 然后迷雾呢 首先第一点你追不上 因为它自身的一个隐身 隐身过后 只要注意自身走位就可以了 而且地雷的一个布置 会导致很多人 不会选择去 再去追这个迷雾 然后你这时候就可以回头 再去恶心它一下 然后这时候呢 我也是再一次看到对面人 然后也是我家石工探源 倒在我的面前 这边火神也是出来了 然后我也是点了两项之后 再一次在这个牙上放着地雷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迷雾的这个地雷 是可以被清除的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被清除掉之后呢 其实你的伤害啊 补充的就不是特别的足了 这时候呢 也是再一次在这个上面 然后帮助我的队友 一想去干掉对面的火花 但接下来呢 其实就不太好打了 然后也是不要着急 在这个位置再一次去帮助队友 然后这时候我家飞枪 开启大招进场 然后我也是直接 关掉了对面所有的一个视野 对面的一个巨熊 在关掉视野之后呢 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个人所谓的 迷雾的一个作用 就是这个大招的一个使用 是对于迷雾来讲非常关键 这时候也是一枪带有对面的龙 然后也是直接拿下来 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其实这么来看 我家还是比较狠的 我家的各个输出位置的 一个输出比较足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要带游戏呢 也还是王牌战士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守核酷儿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守核酷儿的 其他的视频 我们守核酷儿上期 其他的游戏攻略 等待您来观看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